骑士双载慢慢骑在路上 突然间后方一辆灰色轿车 没有减速擦撞机车 后座乘客飞了出去 驾驶再继续沿路擦撞 摩托车就像骨牌一样 东倒西歪冒出阵阵白烟 轿车直到路口才停下 遭撞的女子躺在地上无法动台 附近民众急忙上前关心 也帮忙打119 这位男子当时酒驾是沿着机车停车阁冲撞 一共撞毁了9辆机车 不过当时还有一对夫妇正在寻找停车阁 慢速前进没想到也遭到擦撞受伤送医 现场机车被撞成一团满地车壳碎片 原来这名教室驾驶酒驾还开车上路 当时从新生北路直行没有减速还沿路撞 遭撞飞的后座乘客重摔在地 导致全身多处擦错伤 幸好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 当然大声啊 大家吓一跳而已 这有人去看就叫驾驶停起来 他不是当下就停下来 26岁的邱姓男子从凌晨一点半 就到中山区林森北路一带 连续到两间酒店喝酒还不够 又到KTV续摊 直到早上十点才离开 要回到基隆住处 没想到途中酒驾酿货 造成九部机车毁损 一人受伤 酒册值高达0.54 真的要把他重一点 要立把他重一点 对他做一个酒册 酒册值有0.54 所以我们本分局用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受惠车主急忙下楼关心自己的爱车 没想到豪端端情在车阁却背来恨货 这个酒喝什么还开车 为什么酒驾上路 整晚喝酒黄欢还想从台北开回基隆 被移送时投递到不能再递 先前就有多项前客的他 如今又酒驾酿货 不仅得背上行则 酒辆摩托车的回损金额 恐怕也是不小数目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